我們來聽聽看 這個國民黨昨天開了一個 這個公聽會 他說呢 這個 在今天早上10點 全臺灣22個縣市的議會 國民黨團連線串連主打 叫做保護下一代的健康 以推動學校衛生法為主 那朱立倫說 不要用加入CPTPP 唬爛國人 同樣要加入的韓國 為何比我們嚴格那麼多 朱立倫大概沒有看到 前幾天中央社有發一個 採訪韓國學者韓聯社的新聞說 學者都建議韓國 在下個月總統大選結束之後 比照臺灣 趕快開放 那可是呢 國民黨的縣市首長 侯友宜 盧秀燕 林志廟 他們感覺不太甩朱立倫 然後呢 前衛生署長楊智良就說 福島食品進到臺灣 讓臺灣又朝絕子絕孫前進一步 王定宇說 請問楊智良 美國要絕子絕孫了嗎 歐洲各國要絕子絕孫了嗎 全世界都要絕子絕孫了嗎 所以地球只剩下中國人嗎 好 連勝文國民黨副主席哦 請注意哦 不是路人甲哦 這絕對是今年開春以來第一大謊言 民進黨真正需要的是靠日本人 聲援他們對中國的鬥爭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是這樣說的 民進黨在事關臺灣民眾生命跟健康 安全問題上的所作所為 相信廣大臺灣同胞的眼睛是雪亮的 趙立堅你最好保佑祈禱 習近平不會因為今年中日建交50年 給一個伴手禮實現是一次開放 到時候我看你趙立堅要講什麼 所以玉慧你剛剛要補充 是 因為最近其實是在北京的東奧 那在北京的東奧事實上 這些中國的小粉紅或者是中國的運動員 他們那種奧部已經得罪了全世界 所以我們剛剛其實講到的是CPTPP CPTPP是過去他們在貿易上面 設了很多的奧部 設了很多的這些的門檻 讓各國沒有辦法把他們的國家 優秀的產品進口到中國 這個已經讓澳洲 已經讓立陶宛 甚至於已經讓印尼等等其他的國家 對於中國非常非常的感冒了 現在在因為在北京的東奧 導致說對於全世界仇中的這樣 或者是對於中國覺得 這國家實在有夠路的 就跟我們裡面的這些小粉紅 到目前為止 你到台灣你翻牆到台灣來 你還在那邊寫那個殘體字 你好好的你也可以學學我們正體字 看起來也順眼一點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中國的小粉紅 或中國的這些的舉措 讓全世界會感覺到很憤怒 好 那我們來講講國民黨 全世界現在就剩下兩個政黨 我不是硬要把國民黨 跟這個共產黨拉在一起 但是他們的舉措 真的就是互相呼應 那這個共產黨在台灣 最大的在地協力者 就是中國國民黨 我們先來講 像以楊志良來講 剛才這位醫生講得非常好 我們走在路上 你就會曬到太陽 太陽裡面就會有輻射 我們吃香蕉 台灣人愛吃的香蕉 香蕉裡面有點 可能也會有一些的這個輻射 所以你如果不要吃東西 你去做鮮啦 那這樣子絕對都不會有輻射 那這樣子是不是 就是楊志良口中 都不會絕子絕孫 做鮮也不能生小孩 也絕子絕孫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國民黨 這些人滿腦子信 他們是過度的性需求不滿 還是如何 所以他們動不動講出來的 就是什麼絕子絕孫 然後很多很奇怪的話題 然後我們再講到說 他們現在企圖用恐嚇 然後要把這個議題 再恐嚇像萊豬一樣 記得嗎 那個萊豬他們不是說 如果進了學校 要求學校裡面 絕對不能夠讓美國牛肉 進入到學校 現在又是比較辦理 然後要求學校說 你也要去制定法令 要求各縣市的這些縣市長 縣市議員要站出來說 要求學校裡面不可以 讓日本食品進去 拜託 最近台北有一個日本 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都會去逛的一個 像是超市一樣的店 最近開了第二家 對 開了第二家 好多人半夜都跑去 排隊在結帳 你進去看看裡面的草莓 一盒草莓不誇張 大概8顆9顆 你知道那個草莓 一盒多少錢 1299塊 一盒白草莓 1299塊 告訴我們啦 我們的營養午餐 有的家長為了3塊錢 我們的營養午餐的額度 現在大概45塊到50塊 每個縣市不一定 那有的家長為了3塊錢 要多加3塊錢 要多收3塊錢 還會跟學校的方面 互相爭執 你想想看 一盒草莓裡面 如果只有9顆10顆 然後那個價格是1299塊的話 你覺得有可能在學校裡面的餐點 用日本的進口食品嗎 所以這個是個假議題 國民黨要創造的就是一個恐嚇 所以我剛剛看到我們的聊天室裡面 有很多的朋友就在講說 趕快鼓勵國民黨 要比照像萊豬一樣 他們當時的抗議 要丟那些豬內障 現在是不是在這個 下次他們如果在立法院 我們以下開放點菜 對 你們希望國民黨丟什麼 水蜜桃 草莓 還有那個歐陀螺 那個陀螺或鮪魚 還有污泥的 那我們這邊如果有人點的話 我這個他們真的是要帶這些東西的話 到這個立法院裡面去丟的話 那我們真的這個是世界奇觀 可以給國民黨拍拍手 來我給各位看 學校衛生法裡面的這個第23條 裡面早就告訴你 要優先採用這個中央農業 就是要優先用本國產的了 這個已經在我們的法條裡面 這是林楚英委員在幾天前 他就已經拿出來了 所以像朱立倫 像國民黨你們這些立法委員 你們有多不用功 這些就是你們所制定的法 你們為什麼不好好去看看 你們當時所制定的法 現在還要來搞一大堆的這些 什麼去把這些縣市議員搬出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真的是沒救 你知道 到現在他只有一招 就是跟共產黨一樣 兩個就要亂台灣 共產黨是用飛機來亂台灣 共產黨是在外交上面 使盡各種手法來亂台灣 共產黨是用小粉紅 不停的來出征台灣 或者是來在台灣製造假新聞 讓台灣的內部 產生非常多的矛盾 但國民黨是不是一樣 國民黨也是一樣 在台灣製造非常多的紛爭 在台灣呢 從去年我們看到 公投是不是國民黨在那邊 在旁邊敲邊火 在那邊亂的 就是國民黨 然後你看罷免是不是也是 然後補選公投 這些全部都是國民黨 他們在去年已經吃了 這麼多次的敗仗 還不死心 今年這個有關於日本食品服食的這部分 還要再來一次 他們不怕被打臉 回力標還吃不夠 那就繼續吃 那另外我要給各位看的是 你看剛剛講到說 中國這個是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上面的報導 他說哎呀 這是前幾天了 就當天宣佈的時候 他說要解禁日本核食品 環球時報跟這個國民黨的講法 是一模一樣 我剛剛講的是 全世界只有兩個政黨 一個是中國國民黨 一個是中國共產黨 那這兩個政黨不停的在亂台灣 現在有第二個 你從這個環球時報的報導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第二個共同點就是 全世界有兩個政黨 一個是中國國民黨 一個是中國共產黨 他們都在反對日本食品 都在反對日本人 都在歧視日本人 所以好啊 那今年據說是中日日中 這個正常化 這個建交五十年嘛 那習近平在7月到9月的時候 本來這個照石板明夫的講法 照這個宇小老師的這個兄弟 好朋友的這個講法 是說他要帶個大禮包 就是要準備解禁 現在這一局被蔡英文破了以後 那你看看習近平 你的共產黨 現在是動不動 就是講何時啦 但是一手講何時 他一手還多買 所有的日本農漁產品 你在去年多買了35%點多 干貝買了多買了104%喔 所以多買這麼多的東西 但是呢你卻叫他們是日本的核食品 中國你想要加入CPTPP 門都沒有啦 我剛剛看了一下 最多人點菜的是和牛跟生魚片 然後還有人建議說那天開放 立法院開放一般民眾進場去接 有一個比較貪心 他說海膽軍艦丟10份 你這樣吃的膽固醇會過 不然這樣不通 那余將軍 你看到這些動作有沒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好像去年底反萊豬也是差不多的套路嘛 可是證明 反萊豬證明這一套宣傳是沒辦法得到大多數民眾的支持 那為什麼國民黨不變一下 你教教他們吧 其實國民黨這個做法 我覺得為什麼侯友宜 盧秀燕還有林志廟 他們都不敢直接說 我要跟你隨著國民黨起舞 因為上次盧秀燕被害了多產你記得嗎 為了那個豬肉的事情 搞得美國人對他很不諒解 所以盧秀燕心意想 哎呦我馬上要選舉了 不能跟你玩這樣 那林志廟要選啊 侯友宜要選大家都要選 誰敢跟你玩 哪些人敢跟他玩 那種只要5%就可以當選的4億元候選人 我就跟你玩啊 為什麼我就吸你5%的票就好了 我才不管你未來 你的市長姓什麼 我才不管你未來的市長顏色是什麼 反正我當選就好 這就是國民黨 這就是國民黨現在的狀況 每個人都為自己 我只要5% 所以為什麼你看 國民黨是希望議會串聯 他有沒有叫他執政的各縣市串聯 為什麼叫議會串聯 因為議長能否當選 決定在議員的席次嘛 所以他每個議員只要5%5%5% 我只要能夠當選的時候 然後我就支持我的議長 我議長就可以當選了 這叫什麼 這不叫做為民著想 這叫為自己著想 這種狀況會害死誰 我常常在講過年的時候 很難問我說 他說 江軍啊 那個福島食品開放 你的看法如何 我就說 你是問福島五線市 還是問核污染食品 他說哎呀都一樣 我說不一樣 我說核食品不要說 你 我 全世界沒有人要吃核食 一杯水被核污染過 放那個地方 你喝下去 變成神力女超人 你也不敢喝 那有問題嘛 我說現在政府 對於核食的狀況 沒有改變 我說為什麼沒有改變 開放福島五線市 它有三原則三配套 那這三原則三配套 就告訴你 只要是核污染食品 我們不要 對 那不然的話 那個為什麼菇類不行 為什麼野生鳥肉 這個瘦肉的肉可以用 為什麼那個很奇怪 那種菜不能用 陸油菜 陸油菜不能用 就是他在日本當地就認為 那個是有安全顧慮的 所以日本人不吃 我們也不吃嘛 這就表示說 國家並不同意核食進口 所以國民黨在這邊吵 在這邊鬧 在這邊要煩 你煩的是核食 那你跟誰煩 人家又沒有開放核食 開放核食 福島五線市 符合標準的食品進口 你有問題嗎 我講 剛才玉會講的 那個日本的那個量飯店 我去逛過 真的 我去逛過 因為我真的 我很久沒去日本了 真的是蠻想念日本的食品 尤其是水果 你知道嗎 我在2018年 公投一結束以後 我就帶著全家 到日本的東京迪士尼去玩 那我的女兒那一年是 第一年開放可以投公投 所以她聽了爸爸的話 爸爸說 那個核食 這個讓她投下去 不准吃 我女兒到了這個日本去 發現一件事 她說爸 那個迪士尼門外的那個水蜜桃 兩顆跟拳頭一樣大 兩顆才日幣520塊 要不要吃 我說當然要吃啊 可是你叫我投不要吃啊 當場被打臉 而且東京迪士尼就在千葉線 就是福島五線其中一個 你知道後來我到台灣來看 那兩顆拳頭大的水蜜桃 在台灣的平行輸入量販 日本電 兩顆日幣是台幣1100塊 都把日幣當台幣 乘以二再賣 所以還好當時我吃了蠻多的 那大家看到我眼睛有冒金光嗎 還是我上司的升職能力 現在如果失去也不重要了 我已經兩個女兒了 不過不會嘛 我根本不會 那叫做腐爛的嘛 騙人的 對難道我們對於政策上 跟人民溝通只剩下你的性功能 能否張揚 能否伸張 變成跟人民溝通的唯一管道嗎 我覺得這個最大在野黨 你可以調整一下你的部分 部分的腳步 你談一點國際政治 安倍跟蔡英文之間的通話 那時候這叫做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對價 不是 不是對價 如果說安倍跟蔡英文通電話 叫做對價 我們今天已經立刻加入CPTPP了 那不叫對價 那叫做關鍵因素的協調 什麼叫關鍵因素 日本的人是我們台灣人的 人數幾倍 日本上億人口 台灣才2300多萬人 你說日本跟我們完成的 經濟的一些互惠調整 是誰獲利 我們獲利 台灣獲利 日本上億人口 我們才2300多萬人 難道日本開放了福島 五線式的食品到台灣來賣 日本就發大財了嗎 不是 那叫做一個 叫爽不爽的問題 你不挺我 你不按照世界的規則走 我怎麼挺你 那是最後的 移到那種所謂的 古摸的防線 我把它調整掉 OK 我跟世界一樣 除了中國以外 除了中國以外 所以很多人在過年就跟我講說 然後余北城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你如果是民進黨跟共產黨 你要支持誰 我說不是支持的問題 我一定反共產黨啊 你為什麼不反民進黨 我說民進黨是中華民國 合法的政黨 為什麼要反 我說那 中國共產黨 是我們的死對頭 他說不對不對 中國共產黨跟我們有一點共通點 我說什麼 叫一中各表 為什麼都叫中國 都叫中國 中國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是一樣的 所以都是中國 我們一中各表 我說不要那個頭啦 他是敵人 否則他幹嘛派飛機 每天春節來跟我們拜年啊 共產黨是要消滅中華民國的 消費中華民國 消費我們那種愛國的熱忱 所以所有支持藍的朋友 聽清楚 他們寫的是簡體字 他們破壞的中華文化 他們要消滅的是中華民國 不要再被他們騙了 醒一醒 福島食品跟核污染食品不一樣 如果你覺得一樣的話 你的小朋友會恨死你 因為他不能去迪士尼樂園玩了 如果是補充一個爭厚群 就楊智良這種啊 動不動啊 就講精子下半身的思考 我方黎的一個新的學名 叫做什麼呢 叫做荒思修lization 什麼叫做荒思修lization 就是土條話 簡單而講 講白一點叫土條話 我想說這個英文 我怎麼沒聽過 對 土條lization也可以 或者思修lization可以 就是呢 動不動呢 基本上要跟人家吵架 吵不過的時候呢 就搬出一大堆的仇女啦 不然仇視女性 再半就是性的歧視 再不然呢就是性的暗示 這很符合啊 過去啊 柏陽啊 或是呢許多作家所說的 中國匠綱文化的部分嘛 你什麼東西都不想講的時候呢 你只能拿這東西來嘲笑別人 或是把這種東西呢 光免彈簧掛在嘴巴裡 剛才有人說呢 楊智良是老一點的柯文哲 不是啦 楊智良是老一點的黃世修啦